大家好 欢迎回到梦向编辑部的《笑声梦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有我去刘山 还有我们的新西兰意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点赞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韧报》 加上《晒冷气》 亦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一点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这次回来要讲讲这帮英国的政棍 这场戏真是很假 其实一直都是这么假的 我觉得很正常 不过有些BNO女孩也看得很开心 很认真 也有另一些人觉得 是否真的 辛伟誠 不要说得这么大 我们看到画面的中间 他真的是这样 好像很激动 手指指 酷到你这种 发生了什么事 有关于黎智英的律师团队 好像非常绝望 向辛伟誠求助 给他一封信 看看能够帮忙 希望可以接见一下 好像没有什么正式建训团队 是否觉得你太低端 不配跟我说话 这是一件事 辛伟誠 刚刚星期三的时候 在英国国会发言 神情相当激动 这样吗 有什么激动 我们在节目上也说过好几次 都说 你这人 就算你们英国方面 说到又说 会帮忙 或者继续 帮香港 争取什么民主自由 什么核心价值 说到天花龙鳳 这些 其实你们能够插手到什么呢 实际上在法院或法庭的审讯里面 是可以做到什么行为 令到他能够获释呢 是没有的 最多就是提及一下这件事 譴责也不会的 真的可以这么说 最多就是老调重弹 批评 中国没有人权的 很坏的 现在影响了香港 你看他们 你看黎智英 都要被判监 可能被判监 可能被判监监 就是说一下这些坏东西 老调重弹的 可以做些什么 是不是 似乎今次 新卫成 我觉得他说到好像很大 他竟然在国会发言 就说 很强硬地说 英国有权介入香港事务 因为根据1985年生效的中英联合声明 香港公民权利是可以有50年的保障的 香港的公民权利是一向都受到保障 不用由你英国政府保障 就像黎智英那样 他有权请律师 也有权做他们想要的法律咨询服务 全部都是有的 有的权利 有没有说单独仇敢他 不让他去见律师 有没有这样的事才没有 对不对 一向都是香港人的公民权利 一向都受到保障 对不对 跟英国无关 还有说到好像咬牙切齿 因为香港的民主和公民权利 被侵害等等 当然现在有些在英国觉得很感动 为什么呢 一会再说 但是在香港那些人觉得很生气 很生气 雨傘 你先不要说这么多 当时雨傘革命 或者雨蛋革命 你们有没有真正帮我们出声 有没有做过什么实际行动 我们在香港雨傘抵了这么多天 你又不来帮忙 等了你很久 你现在才说什么公民权 我们那时候 衰了 然后雨傘又衰了 然后还有2019年 我们说捏下去就会赢 你那时候又不出声 又不做什么 你那时候又不搬什么 中英联合声明出来说 不再说其他事 不做什么实际的事 不在国会里说什么 又不帮忙 现在黎智英这次 说到禁行 之前那些不太行 那我们说回 为什么对于BNOGIRR那方面 会觉得这么感动呢 新卫成就说 英国已经接纳了大量 大批要逃避中国压制的香港人 他自己拿了BNO簽证去英国居住 说得好像黄殷浩党一样 真的那么夸张 台昂就说了个重点出来 喂 申请这个签证 不用钱的 要钱的 要钱的 没错 小个崩也不行 就是要有半年的生活资金的证明 才给你申请成功 你说如果真的要逃避中国压制的话 说得好像这么关顾 真正的香港人 他们这么受压的 快点快点过来 就不用5加1了 乞业 喂你不要再假些 对啊 真的假到震 对啊 有一堆都在呱呱吵 就是父母 就是那些父母 完全没有申请过BNO 但是那些小孩 因为在97后才出生 又是没办法了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父母是但一方 如果有BNO 小孩他没有的话 都可以申请自己 单拖过去英国 就是用5加1签证的这个形式 有机会叫做英国人 那现在这些三毛 三毛BNO人士 就是父母 和他自己都没有 就是这些 现在说什么时候 打开了这个大阶 我们受尽压逼 很惨啊 新卫城 那这些呢 哎呀搞笑 你又不让他们过来 这些说话 在国会说 就说得很好听 好像很high 刚才我们提到一点 就是他说 叫做有权插手干预 我也提过好几次 那你干预什么呢 其实我们两个算不算 间接都在干预中 我们在说一说 其实我们也在插手中 这件事情 也算是 我认为也算是 我说一下而已 如果说一下就是干预 那人都干预得到的 对不对 或者你觉得 自己在国会里 呱呱吵指手挖脚 在说 我们有权插手的 这些就是语言艺术 其实 刚才我们说了 台阳我都可以插手 我们插手 做唐边壳吹嘘也可以 你也可以 你留言在这里 都在插手这件事情 没错 有什么意思 你说一下唐边壳 只不过他现在 人都可以 英国的国会里面 就说这番话 我们只不过是 在YouTube一个频道里面 就在说这番话 其实大家都在插手中 但是插不插到进去 不是你说插就插得到 有没有位置给你插 就是等于这样 你就算要见到一站在排队 你想插队的话 你插不插得进去 也是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你这么容易给你进去 你凭什么可以插得到进去 对啊 凭什么是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 没凭 对啊 现在说到 几十万逃避压制 而去到英国的香港人 还有一部分 那几十万里面 有一小部分 他们见到新卫城这样说 非常生怒 就是那些在英国 暗不见天日 还在等着他们批准他们的难民庇护的手足 有很久等了 慢慢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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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这种昆蟲 有两枝酥的那种黑黑的 啡啡的那种 那些真的 看到都害怕 是啊 他们在英国过着这些日子 非人生活 哈哈哈哈 真是惨啊 这些只有什么 之前说什么 一日只可以洗两磅 什么一排巧克力 加一支 给他吧 哈哈 是晚餐来的了 喂 新卫城 你说到 又说黎智英这些 又说想要怎么帮他 又说要插手 又说要怎么 不如你救一下 我们这些先 我们这些只有两磅一日 那些主要是在庇护的 没有人叫他来的 是他们自己要去英国而已 英国本身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 因为都颇为无情 而且很懂得利用他人同情的一个国家 就好像 今次的肥佬黎一件事 其实跟英国有什么事 这些关系都没有 但是就喜欢用来说 是不是 这些就是语言艺术 老实说 早几天才有 美国的一个政治新闻网 欧洲版 就踢爆你 这个新卫城 静悄悄恢复英国政府 对英中协会的资助 增进对中方的接触和了解 正常来说 你不会给这一笔钱 应该等这个地方 就生了蜘蛛蜘蛛 甚至乎 放一些小强去 襲击他 等他们 逼退他们为止 是不是 现在就变成了 你用钱 大家 紧贴回 大家的关系 是不是 嗯 对啊 他又有少少语言艺术 是吗 为什么这么说 有些人就说 为什么你又资助他们 哎 我是有资助 不过比以前少 都是一种懲罚 少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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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可以 你这样说 你全赢了 是不是 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 但是不是 是不是 其实增悲 这个就是最大的懲罚 对啊 对啊 如果你说得这么强硬的话 应该要懲罚他们 还是怎样 我们现在就看不出 所以为什么 有没有懲罚呢 有一部分的BNO女士 真的好像感动到 不过似乎 流港派 就深水清一点 就是觉得 啊 这个人说话 先相信 先相信 对啊 对啊 哪有信得过 不过也有一些BNO女士 他们自己都在说一点 什么 喂 新卫城 不要说得这么开心 好啊 我们现在本来是专业人士 现在去到英国做工厂 好惨啊 对啊 不要说到对 我们这些 你口中 受尽打压的 什么 香港人 说得好像对我们很好 这些又说不行 那些又说不行 那些又说不行 那向你联署呢 希望 我们的小孩 读大学呢 可以 和英国当地的本地生 看齐这么便宜 行不行啊 又不理我们 那你是不是间接都打压我们 先 又叫我们来 叫到我们来呢 这些又不行 那些又说不给 又要当我们外人那样 是外人来的嘛 对啊 我觉得 益管政府没错的嘛 的确实是外人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说到 就好像很劲 又说自己 叫我可以插手 我觉得 新卫城 是不是应该要 和那些律师团队 坐下一起谈一下 起码也要拿一张大合照 现在不是啊 对啊 卡都没有打 只有我说字 那不行啊 我觉得应该要 大家一起打个卡 拿下爬 那才会像样的嘛 是吧 不行 也是啊 对啊 没错 我想他们要再努力了 因为你只有一个说字 对啊 英国方面 会支持你们 自由啊 什么权利啊 法制啊 等等等等 是啊 那就好啊 支持一下 支持而已 我也可以支持 说而已 不用钱 说了一句 都好像很夸张 英国一定会继续坚定站出来 反对 支持你 我们认为中国侵害式的行为 哈哈哈哈 好啊 是啊 你不要瘋了 现在 黎智英那宗诈骗 即欺诈罪 即办公室的问题 判了五年以上 就是这宗 你判完 他在蹲 现在说 不是啊 他将来还有国安法 那些 可不可以叫帮帮手 如果你觉得 因为你们之前都已经在吹 说这件事 就是觉得黎智英 他关于办公室 当正自己的老板私人乐园 这样玩法 那件事 你们都觉得是政治打压 觉得是冲判 觉得这么应该的话 那新卫诚 那为什么你那时候 英国方面不出声 哈哈 对啊 为什么 可能关注度没有那么高 那时候 是不是呢 要去到坐牢了 甚至乎 我觉得黎智英 就像三仔 崇欣那样说 哎呀 我老爸 都是守卫这些核心价值 他好像说 现在去到英国了 就不知道在那里 在那里 在那里 不知道在做什么 那如果你觉得 壹传媒 是在捍卫香港 这些什么民主 什么核心价值 有这样的 说得这么大 那你那时候又不插手 对啊 为什么 不插手 对啊 就是你觉得 香港那些什么 50年不变的那些 已经有一些位置 是叫做变了 或者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黎智英 今次这个事件 牵涉到国安法的话 接下来的这两项的起诉 就会牵动到 这个叫50年不变的问题 那之前那些呢 之前那些 电单车 什么黑暴 那个七一那个呢 就是这些那些 泛民47人初选案 那这些呢 他们是不是抵死 应该是 那些是抵死的 对啊 真的抵死 你单单都不说 你只偏偏 这一单出来 你就会说 哦 我们有权插手 黎智英 你就插手 例如那个瘋子 美国队长第二代 这些你又不插手 为什么 对啊 为什么呢 我也很想知道 那么奇怪 这些人 都是抵死的 对啊 我们看到呢 例如 黎智英 他除了《国安法》之外 另外就是那个煽动刊物 是的 那我们也看到 关于好像《立场新闻》 那现在呢 都是说着类似的案件 那为什么 《立场新闻》 《新伟城》 你又不出声的呢 只是对于黎智英 是出声的呢 没有人提他了 什么《立场》 这些人 哪有 像黎智英那样 有个律师团队 去通知英国的首相府 是黎智英才有的 是吧 那又是另一种语言艺术 即使今次 这场大龙奉 你就出声 那如果 你是不是觉得 《立场新闻》 就不会干涉到 什么 民主自由 又不是这样 那样 就是他通知你 你配合做长戏 就说 我们有权干预 我们有权插手 咦?那为什么 其他那些 你又不出声的呢 就是太多了 数了都叫做成大宅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迟些 罗冠聪 说要来见新伟城 说一下 那些的民主 那些什么问题 还是怎样 老实说 如果这样的话 罗冠聪 就不用搞一年了 你们才给他一个难民身份 搞很久了 罗冠聪 罗冠聪 这些人 叫做 有些人认识 但是也要时间 黎智英 那个级数 照计 高几班 所以呢 因为高班 怎样都要说一下 呼显一下 会不会真的做一些事情 我相信什么都不会做 其实 新伟城镇 也有很多事情在烦 是吧 还有空理你黎智英吗 公务员 你又罢工 你搞定自己公务员 刚才提到一点 都可以出来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一起讨论一下 喂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什么要说谈数的吗 例子这些谈数呢 你就说要插手 刚才我们说到 那个瘋子 马X文 又不见你去插手 还有 那个蜥蜴仔 被称之为 香港未来领袖 钟汉林 哈哈 你又不去插手 是不是 不懂 不懂 太低级 什么人 这些 蜥蜴这样的样子 谁知道你是谁 对吧 要出些声明 要抵制什么 中国侵害 捍卫香港自由 哇 突然间 黎智英这件事 其实还有 他关于被起诉 港区国安法 这些事情 很久了 记不记得 那时候 他家里 好像拘捕他 在他的大宅 出来了 后来 还有少少时间 被他保释到 出来了 后来 又再 倒进去 还压 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还估计 会不会在大宅里 挖地 有着草 会不会在车尾箱里 送走他 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还记得 那时候 有一段很短的时间 可以出来的时候 还叫了朋友 去他家里 开派对 好像还有叫人来 拉小提琴 这么搞笑 大提琴 大大脊 中提琴 大提琴 不是小提琴 有小有大 开派对 很开心 好像李柱明 也有来 跟他吃完 这一餐 大家来吃 然后又要去还压 其实很久了 不是吧 你现在英国 你现在才来假猩猩 说这些出来 人不笑狗都废 捍卫香港自由 那时候你不出声去捍卫? 现在我想都是因为有人这样公开的要求 再加上黎智英这个人 在国际上也算是有些人识 所以才肯定回应一下 只是说一下 说话不用钱 不用成本的东西 就做尽他 一般英国人都很喜欢这种方式 我说英国的政客 是喜欢这样做的 好像新卫城这个人 平时看其他事情都是只把口 说话就是天下无敌 是吧 他最擅长的了 是啊 你看他最近对护士罢工也是 不是耍你们什么语言艺术 好了 现在态度软化了一点 因为初头说 没得谈 除了钱之外 其他都可以谈 总之人工就没得谈 最近也看到他软化 大家谈谈 今年之内就会加工 大家想一想 你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才说加工 那我们不是白佳 对 没错 一年的话 上班来说已经很漫长 是吧 是的 不是怎样 所以这个新卫城也是信不过的 政棍语言艺术那些 看见他在国会说的一番说话 我们经常说 说好了 手指指 不要指指贡 看他的样子 七情上面 是 很惨 尹天仇见到他 都应该会通过 你经过英国政坛的洗礼 每个人都能认识 是很懂得 睁眼球的 这些是 一般英国人 英国的政客 所拥有的技能 如果你说话差一点 一般来说 你很快就不用做了 所以他们的健康 是很厉害的 在这方面 我觉得特区政府方面 和国家方面 很快都会再给他一次回应 不过也是那句 大家都是互相 你有一个声明 我有一个声明 你有一个回应 我有一个回应 台湾说的 都是真眼球 当然我们都知道 他们那些人 在网络上 会帮新卫城 尤其立坑 大赞他 不过到最后 你只有个赞字 打嘴炮 没有成果的话 也是没有意思的 是啊 就算我没有成果 也好 他也可以说 由于中共的暴政 所以才搞成这样 即将责任 可以射回去对方 射回去中国 他们是这样的 简单一句 今天台湾 明日英国 我们都见过不少 那时候 你们对于台湾 绿色的政党 剪的东姑头 那位中年女性 十分支持 我感谢 麦小姐 你对香港民主的支持 大哥 在Facebook 或者在媒体上 说几句 支持香港的民主 争取自由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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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去买了 林凡基 书店 写了一张纸 那张纸 都仍然在 这个瘋老 的书店 不好意思 我不方便 说得太明确 是哪个 到了今时今日 大家都见 那些庇护的手足 就扔掉去 叫美国接收他们 如果不是的话 一天才得到 几十元的新台币 叫他们自生自灭 又没有上班 又没有这样 又没有那样 1999 投资移民 将那个门栏 就越加越高 加高度 有些人就要二次移民 就去英国 那究竟呢 会不会有三次移民呢 还是冲你到厕所 就冲次移民呢 那究竟是哪样呢 喂 你们自己一看一看 这么大的教训 都看不到 还相信这个新位成 相信啊 你也是白痴 是吧 是啊 没错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会相信这个政客 说话 这个政客信得过吗 你英国人自己也不信啊 你远在海外的一个 被囚禁的人士 会不会相信你呢 有什么新鲜萝卜皮 是吧 我相信新位成的钱 肯定比黎智英多 但是拼钱 也不够人家多了 所以不需要记望他太多 也不需要太生气 你们当新位成这一场 是猴子气 那就算了 说一下而已 不用认真 不用认真 做做做做做 说完 好 英国政客就是这样的 其实跟一些网上游魂差不多 认真就输了 还有啊 我们看回那场戏 新位成接得挺漂亮的 是那些国会的议员 好像态度是要质询 对于这件事 你要什么回应 类似这样的态度 所以新位成就要这样 你呀 不要以为我不做事 我们有权插手 所以为什么他这么激动呢 因为要质询他的人 要给他一些火 你给他一些火 我烂一烂热 那我就生气了 生气的时候 新位成才有一个爆点 就说我们有权插手 支持香港民主自由 等等等等等等 你这样才能激起到 那场戏 即是要澎湃的爆发力 如果你很悲情地找到 黎智英很惨啊 可以怎么办 那他就会安抚你了 现在黎智英的情况 我明白是这样这样 所以我们这样这样 那场戏就不够爆了 所以你看到那个 好像在质询新位成 但其实他是给他一个位置 让他爆 你现在质疑我 你质疑我 我不会帮黎智英 其实我们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插手 根据什么组织的声明 然后再说B&O 这场戏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是 我不知道不插什么 快点插吧 不要闹口 立刻做 快点做 对不对 我很想看他怎么插手 老实说 不要远了 远了 你不举成 好 那我们拭目以待 记住 千万不要太生气 当一场戏就算了 好 没错 这场戏就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